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2年3月19日 当时不是发现有我们的小县城吗 县城里面就转到了三西的一个医院 大量的医院 转到医院以后就开始定方案就花了 花了两个疗 效果不太理想 完了就有点肺部感染 就北上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又花了一个疗 就第一次和我匹配成功 以后就做了骨髓移植 但是骨髓移植后三个月就复发了 复发以后 因为第一次移植的是我的吗 就等于是失败了 就不能再有我的了 完了我们又转院来到河北 厌大路道培医院 完了它不是短期复发吗 它化疗身体扛不住 就做了咖啡 做了咖啡治疗后 这个病情又得到了缓解 完了这一次第二次移植 是用我妈妈进行了第二次移植 现在是移植后两个月 它这个得定期水访 就是每个星期去盆整查血 查各项指标 完了以后 每个月做一次鼓穿 看这个鼓水的形态 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它就是两年不复发 复发的概率就很低了 挺过五年 就算完全脱白了 就是我们经历了两次移植 到目前已经花费了120万了 经济压力肯定大呀 就是家里面舅舅呀 叔叔伯伯们啊 反正改届的都戒边了 家里也欠了很多外在 就是唯一的一个信念 就是能让它把它好起来 其实也是无意间想着记录一下吧 因为确实变化挺大的 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关心嘛 所以说能感受到了这个社会 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身体的变化的话 它就是瘦了很多 瘦了有三四十斤 心态的变化 把它因为毕竟这个病是打病嘛 所以说它当时也接受不了 完了在我们全家人的鼓励下 因为也得到了这些社会好心的帮助 完了全家人都鼓励它 它现在也是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 就是勇敢的去面对病魔 它也想找着回归校园 回归社会 妈妈的变化就是头发白了很多 它没有说那么就是一夜白头那么玄乎 但是一年下来反正也是老了很多吧 包括我爸爸 我这一年来确实也经历了很多 抽一两个方面和医生沟通 反正也挣扎了很多知识吧 反而也憔悴了很多 愿望就是希望 就是希望妹妹能赶紧好起来 找是回归正常生活 生活回归校园 同时也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我相信也一定会好起来 希望每年都能来一个合影